HELLO 大家好 我是Andy 歡迎來三點轉 3 point turn 好了 我們現在是七月了 已經差不多八月來了 那什麼意思呢 現在的車行會開始有2021年的車資料 那兩天前 豐田剛剛宣佈了三部車他們會有更新的 第一部就是Avalon 第二部是Camry 第三部是Corolla 那我想用這個時間解釋他們有什麼變化 有什麼轉 那你就可以希望有多點資料 而如果想買這三部車就可以試試等 或者現在買2020年 因為現在2020年的車會便宜很多 OK 我們第一部就講Avalon OK 2021年Avalon 都有一大部分都變化了 外面的樣子其實是沒有變的 跟2020年年一樣的 不過它裡面就轉了 第一是收音機 收音機現在有跟Android Auto 即是怎樣有 它可以放Samsung或者LG 什麼電話都可以插進去 就可以有你的導航啊 你的短訊啊 顯示在你的收音機的畫面上 因為2020年之前那些就是 跟蘋果 和iPhone 合併而已 Samsung 和LG 和 HTC Motorola 和Sony 是沒有合併的 不過2021年終於可以合併了 第二個變化就是 第二個變化就是 它們中間的手柄裡面 本身有兩個USB 它們現在轉了兩個USB 變成USB-C 很多新Samsung 電話 新Sony 和新LG 電話 都用這個插口 Avalon 全部轉了插口 即是怎樣呢 可以充電快一點 方便一點 更多電話去合併 其實是好件事來的 很好的 裡面的內容就差不多 變化了 Avalon 2021年就有一個新級數 叫做Night Shade Edition Night Shade Edition Night Shade Edition是怎樣呢 就是 合金的黑色 是黑色的 手柄是黑色的 有黑色的 有黑色定封液 還有 它裡面的內容都是黑色的 外面的色水 只有三個色可以選擇 如果是這個Night Shade Edition 有一個新色水 叫做Ice Edge 其實Ice Edge 是一個新銀色 來的 它們之前的銀色 是淺一點的 這次是會深一點的 所以它叫做Ice Edge 有兩個大變化 就是怎樣 Avalon 現在呢 電油Avalon 因為本身Avalon有一個電油的 它的電子 就之前用一個方法 我們叫做Nickel Hydrate Battery 它們轉了去Lithium Ion Lithium Ion 其實是新過Nickel Hydrate的 好處就是 它比較小一點、輕一點 還有如果你在一些 凍的地方 或者很熱的地方 用它們的電子 會差得 溫存一點 其實是好過舊的電子 所以 OK的 那 最後的大變化 比2021年齊 就是 Avalon 終於有 四驅行動 怎樣 第一 四驅行動 只有四驅光 本身Avalon 是全部六驅光的陸機 不過如果你想要四驅行動 Avalon 有一個新機頭 就是四驅光的 你不可以有六驅光 跟四驅行動 就是只有四驅光 跟四驅行動 這個四驅光是跟 Camry 那四驅光 2.5cc 一樣的 2500cc一樣的 匹數是205馬力的 所以都OK的 其實 那一個 好處就是 四驅行動 如果譬如你下雨 或者 你 那個地方 主要是有雪 其實這四驅行動 是不錯的 如果它的車 覺得你前驅 線胎 它們會自動 推些 匹數 一些馬力 去後面的 那個 那 可以有多些 絕力 多些 traction 不會線 那麼多 那就是 2010 Alvin 的變化 其實都不錯的 我覺得 如果你有一輛 2020年 你不要哭著 其實 你的2020年 也不錯 不過 2021年 真的轉得很多 我覺得最大 變化就是 Android Auto OK 下一輛車 就是 2021年 Camry 這樣 2021年 Camry 其實 它們都有大變化 不過我覺得沒有 Avalon 變得這麼厲害 第一 就是前面 那把就轉了 樣子 是少少不同 那 不同級數 就有不同 合金 那些 設計 現在樣子不同 那些 那些 少少不同 那 最大變化就是 現在 Camry 裡面 裡面的收音機 本身 畫面 就是跟整個 標板 一 合併 好像一塊 標板 那現在 2021年 標板 畫面 是大了出來的 它的標板 好像 Avalon 那樣 OK 那就是 會 比較高一點 還有會近一點 在司機的附近 還有 Camry 現在呢 如果你想買一部 電郵Camry 之前呢 只有 XLE SE 和LE 的級數 現在它們 加了一部新級數 就是 XSE 如果你想買一部 XSE電郵車 你現在就可以了 2021年 OK 比2020年 都是差不多 因為它們的科技是一樣的 沒有什麼變化 所以 如果你有2020年 或2019年 其實都不用轉 OK OK 我最後一部車就是 2021年 Corolla 先說 2010年全部Corolla 有什麼變化 第一 它們好像Ever 那樣 終於有Android Auto 的福記合併 之前呢 都是 只有蘋果 iPhone 合併 現在呢 可以用Android Auto 就好像Ever 那樣可以插 Samsung LG Sony 會顯示地圖 或者短訊 在畫面上 第二 就是全部Corolla 會加兩個器袋 這兩個器袋 就是在後面的座位 旁邊的 那 我覺得現在是 好像有10個 總動器袋 因為它現在 2020年的那些 是8個 它2021年 就有10個器袋 好像Ever 就 Corolla 會加一個級數 這個級數 是叫做 Apex Edition A-P-E-X Apex 有什麼變化 就是 Apex Edition Apex Edition 是用SE的 吸數 來加進去的 它們有前面的 Bubba 轉了一些 有些 金色邊 後面的定封液 後面的Bubba 也轉了 有些金色邊 它這輪 是有變化的 新輪 這輪是全黑色的 好處是 這輪是 兩磅 比平常的 它總共四輪 8磅 Apex Edition 每一部都會有 黑色車頂 如果你不喜歡 黑色車頂 就不要買Apex 因為Apex 只有黑色車頂 Total會做 6000部 總共6000部 120部 是會有禁波 那5800 80部 是自動波 所以如果你想買 棍波 Corolla Apex Edition 你就要快點 去你的 Dualer 去你的車廠 下定 因為會很少的 我覺得 Corolla 其實 我的樣子都不錯 挺帥 不過我希望 Total 會把 Corolla 真的夠力一點 真的會 跟 Civic Type R 或者 Hundy Veloster N 來比 因為現在 Corolla 2.0 如果你不是 捏車 你不是想走快 不喜歡玩車 就OK 100% 不如你喜歡玩車 喜歡捏車 我覺得機構 應該大一點 好了 那一部就是 2021年 Corolla 還有Corolla Apex Edition 那三部車 Avalon Camry Corolla 你最喜歡哪一部 你給點意見 在留言 下面 還有不要忘記 如果你喜歡這個頻道 記得按個小鈴鐺 因為我一個星期都會有新影片出來 OK 拜拜 下次見